立倫打工人 立倫打工人 阿嬤你敢在 阿嬤你敢在 官场阿嬤一字排开 抗议朱立倫出席工商街对谈 却欺压劳工要出面说明白 都做阿嬤了还这个样子 死到不瞑目啊 双方推挤一度爆发冲突 朱立倫挂保证当选后四年内 要将薪资调高到三万元 另外扩大税机加征富人税 立刻被打脸 但这次大家只是微弱了抗议一下 原因很简单因为朱立倫选不上 所以他讲一讲讲好玩的 朱立倫好傻好乐观 喊出要用加薪跟创新 开创正向循环 这回就连企业大佬也不停 提升企业竞争力 创造更多的就位机会 不应该为了选起 就一直开支票来讨好选民 我们清楚了 但是我们还认为有一些部分 它的可行性可能是还需要努力的 大佬炮口一致朱立倫的加薪政见 更遭批简直是一厢情愿 基本工资跟每小时的时速 你如果到南部饮料店去看 我保证超过一半以上 没有照这个标准在跑 那你又没有办法强制性 当你基本工资调到三万块的时候 你的物价一定会更波动 勞工盼望的加薪小确幸 企业界冷眼回应 只怕这次又是随口说说的政治支票 东森 财经新闻 陈和平 林燕任 特优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